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经采用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昨天2020年长春市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空余学位开始了网上报名 但是由于报名人数过于集中 部分时段超出了系统的承载能力 这也导致了部分家长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网络不顺畅的情况 对此长春市教育局也是及时对网上报名系统进行了维护 目前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转了 如果昨天没有完成网上报名的家长 那现在就可以登陆长春市教育局官网完成这个网上报名了 另外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家长要在7月6号 也就是下周一下午5点前完成网上报名 昨天已经完成网上报名的家长也不要大意了 最好再次登陆系统进行查询确认 那如果在报名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 请及时拨打申报学校所在地教育局的电话来进行咨询 好了 下面来关注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高考期间长春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做好的周边7号灯配时调配工作 利用视频监控及时掌握市区接路的车流情况 事实启动交通疏导等级方案 老人乘服梯意外摔倒 热心市民及时救助 在持票出战这个过程中呢 并没有发现这个老大爷身体有任何不适 老大爷也没有向工作人员呢进行求助 粗心施主遗落现金 民警监控取证寻人 一共是709 对吧 谢谢啊 你看 你客气了 以后那个这么 要装钱你要装楼子 城市绿色美 长春多家单位拆除围墙 改造的内容主要包括拆除围墙 现场厅里一些绿化美化的工作 拆除围墙及围栏的地方 我们做了警官设计 然后将对他们进行恢复性的补值工作 我预计7月上时成功完成 黑豆腐坊追踪报道 设施商户接受处罚 依据基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做法 和食品摊范管理条例 我们准备对该小做法 处以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剩下其他的一些工具 把给他扣押 首先我们来关注高考 那再有几天 我们就要迎来今年的高考了 为了给高考考生们 提供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我想的各个部门都在按照这计划 对所负责的工作 进行持续推进 那为了保障这个考场周边的秩序 以及安全 给考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氛围 考试期间呢 长春交警也将对考点周边的部分路段 进行交通管制 7月3号下午 我们在长春市七开交警处了解到 今年高考 七开区内共有七开一中 及七开九中两处考点 为保障考试期间秩序 辖区交警决定在考试期间 对两处考点门前路段实行封闭 这个就是我们的九中考点 这也是我们的九中门前 那在考场当天呢 是要对这区域进行封闭的 那从东往西来的车辆 我们会集装给它引流到 对象车道上 在七开一中考点附近 考试期间 四连一路的自立街 至四连大阶段封闭 接送考生的出租车 在封闭断口临时停车后 应立即驶离 不得停车待客 做好周边7号灯配时调配工作 利用视频监控 及时掌握市区街路的车流情况 适时启动交通疏导等级方案 民警提示 考试期间 七开区江安庆路 杨柳大街至创业大阶段 创业大街南侧非机动车道 四立街和四连大街两侧 开辟为停车场 允许接送考生车辆 单排停放 但不得影响正常行驶车辆通行 在用于考试 听力部分期间 针对考点周边交通噪声 可能影响考试的情况 结合实际情况 对临街考点的道路 实行仅止机动车通行 以及外围分流 等临时性管制措施 首昂都市程翰广辉报道 那每年的高考期间 我们都会看到 有很多的热心工艺的 爱心车队的身影 他们不求回报 为高考学子们保驾呼喊 那今年高考呢 即将到来 长春雷锋车队的驾驶员们 也准备好了 从现在起呢 有出行需要的高考考生 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了 眼前这些整齐有序的车辆 是由长春市各个雷锋车队组成 今年高考 他们也将一如既往的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 默默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从2008年开始 我入这个天类车队 为长春市的高考学生 免费接送 已经接近12年了 我们尽一份低格的力量 今年高考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下进行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广大考生 考试期间全市共出动 260辆雷锋车队爱心送考车 同时制定了严格的送考标准 要求驾驶员必须持有健康绿码 佩戴口罩 对车辆进行全方位消毒 同时车辆上还为考生准备了应急药箱等物品 即日起 免费送考服务已经向广大考生开通预约 考生及家长可拨打爱心送考电话进行报名 希望咱们长存是所有考生 家里边有特殊困难的 路途比较远的 家里没有车接送的 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指定车辆 指定司机到家去接你 送你 保证这孩子是准时准点 平安安全地到达考场 或者在路上 看着有雷锋标志的 没有一个人会管你要钱 都是免费接送到考场的 跟每年接送高考生 时间不一样了 但是爱心还是一直在继续 对着我们的镜头 驾驶员们也为高考学子 送出了自己的祝福 长春联动雷锋车队 祝力爱心送考 长春都市亮点 兄弟联雷锋车队 祝所有考生 一切顺利 长雷锋车队 祝所有考生 老地全队 孟地全队 双都市英杰 鹏飞报道 在这里我们首先还是要感谢 所有雷锋车队的队员们 那对于今年的高考考生来讲 他们要参加的这次高考 真的是非常特别 很多人都有一些小担心 说怕疫情期间 孩子们由于在校时间学期短 会对考试成绩造成一些影响 对啊 其实每年高考前 考生南美都会有一些 这种焦虑的感觉 没错 我们都知道 那在面对这些紧张情绪的时候 考生和家长们如何调节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我们一起来听听 心理专家的建议 高考对于每一位考生来说 是一种挑战 更是一种机遇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高考考生 经历了居家学习和返校上课 同时还要面对高考延期的考验 心理专家表示 临近高考 几乎每天都会接到 两到三位高考考生 或者考生家长的心理问询 专家坦言 适度的紧张 可以激发考生们的潜能 使之在考试中超常发挥 而过度的紧张则容易产生 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一个的话呢 就是在高考期间 会有很多的家长 特别希望在考场门口租一个宾馆 我们建议居住环境不要变化 如果居住环境突然间变化的话 容易给潜意识 带来一些慌乱和紧张 离这个考场就是过于遥远 那我们建议要提前几天 就要去租宾馆 要给孩子一个试用期 高考不仅对于考生来说 是件大事对于考生家长 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在考前 家长们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会通过暗示 模仿 感染等心理机制 影响孩子的心态 因此高考前 家长们也要调整好自身的心态 如果家长说 就是你放心 不管考生什么样都可以的 考生也并不愿意听 也会很紧张 家长说你奋斗了这么多年了 就差着最后的临门一角了 也会让考生非常的紧张 所以家长这个时候 无论怎样说 它都容易导致考生 更加紧张的情绪 所以我们建议家长退下来 甚至说目光 都不要去盯着这个考生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在这里也祝愿 所有考生的付出 终有回报 满怀信心去迎接高考 全力以赴 一举高中 守望都市 赵新海军报道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几年 咱们长春市的交通出行 是越来越多 以外 还有轨道交通 尤其是地铁 已经成为了很多人 首选的出行方式 但是 不管选择 哪种出行方式 这安全这事 一定要谨记心头 那前两天呢 在长春地铁 一号线上 就有一名老人 在乘坐扶梯的时候呢 一不小心摔倒了 整个人都趴在了 还在运动的扶梯上 好在呢 有两名热心市民 是及时发现 暗停了扶梯 才没有让老人 受到二次的伤害 六月二十八日 下午五点零三分左右 我们车控室的行车值班员 在中国监控上 发现咱们站台 通往暂停的一部 上行扶梯 出现了急停故障 发现故障后 咱们的工作人员 通过监控设备 发现是由于一名老人 摔倒了在扶梯上 在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名手推行李车 戴白色帽子的老人 是在下午五点零一分 独自上的扶梯 在扶梯上行 并没有滚动几级台阶时 老人一手扶着小车 而另一手 在想要扶住电梯时 没有站稳便摔倒了 幸运的是 在老人摔倒后 马上就有两名乘客 赶了过来 按下了扶梯的急停按钮 高站长说 在监控中 发现这一情况后 他们便第一时间 赶到了事发位置 可却并没有找到 摔倒的老人 随后 他们便联系了 车控室的工作人员 继续查看了 沿途的监控录像 发现老大爷 是在晚上五点零五分 左右的时候 持票出站的 在持票出站 这个过程中 并没有发现 这个老大爷身体 有任何不适 老大爷也没有 向工作人员 进行求助 高站长说 幸亏热心乘客 即使按停了扶梯 才让老人 没有受到二次伤害 同时 对于类似突发情况 他也希望提醒乘客 不要掉以轻心 所有地铁的扶梯 都是有急停按钮装置的 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一定要第一时间 按下这个按钮 停止扶梯运行 同时 在附近 寻找工作人员 请求帮助 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 能够平安出行 守王都市 孙翘 公雷报道 接下来咱们要说 这事发生在白山 那最近白山 边境管理支队民警 冯炳雷 在单位门前的路边 意外发现了 一打百元的现金 这钱是谁的 又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呢 那冯炳雷在原地 是站了许久 也没有等到这个施主 那最终呢 通过调取街边的监控 找到了这位粗心的施主 这是吉林白山 边境管理支队 新房子边境派出所 门口的监控 拍下的视频画面 一名男子 在路过井营门口时 用手掏了一下 拎着的衣服口袋后 随手将衣服 搭在了手臂上 这时有东西 从衣服内 掉落到了地上 而他浑然不知 过了一会儿 又一名男子 路过此地 无意中 发现了地上的东西 上午八十许 我在派出所 营门处 发现群众遗失的 现金七百亿元 捡钱的这名男子 是新房子边境派出所 逢警官 他守在原地 并未发现施主 于是他回到了警营 调取了监控视频 将施主体貌特征 进行拍照 然后到辖区 进行走访 经群众辨认施主为 辖区西土矿打工的 一名外地农民工 刘某 拿着势而复得的 七百余元现金 刘某十分激动 对于民警 实惊不昧的善举 连连表示感谢 一共是七百零六 对吧 对对 谢谢啊 你客气了 这是我 以后那个什么 要装钱 你要装楼子 守望都市报道 昨天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 报道了 长春南湖公园 正在对园区的围墙 进行拆除 其实随着长春市 拆围透绿工程的 全面启动 不仅长春市的 各大公园 正在进行 拆围透绿改造工程 很多邻居的单位 也正在进行 围墙的拆除工作 那据了解呢 仅长春市朝阳区 目前就有七家单位 在进行这个 拆除围墙的工作 同时呢 相关的绿植补重呢 也都没有耽误 相信呢 用不了多久 咱们城市呢 还会增添更多的美景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长春黄金设计院 那么该单位呢 正好位于 长春市东南湖大陆上 那随着长春市 拆围透绿工程的 全面启动 那该单位的 外侧围墙呢 已经是全面的拆除了 那现在正在进行的呢 是绿植的栽种工作 长春市政府 拿出了三条示范节路 分别是沿岸大街 自由大陆长春区路段 南湖大陆 自人民大街 至南湖广场 改造的内容 主要包括拆除围墙 现场清理 以及绿化美化的工作 据其长春市 长春市长春市政府 从5月初开始 积极安排了部署工作 实地走访踏查 确定拆除方案 主动与临界单位沟通 并得到相关单位的 大理支持 目前长用区范围内 共有7家临界单位 完成了围墙拆除工作 现在呢 属于围墙 基本上全部拆除了 共1400年里面 下一步呢 将对于这些 拆除围墙及围栏的地方 我们做了景观设计 然后将对他们 进行恢复性的 补植工作 预计7月上旬 全部完成 同时为了实现 单位庭院与揭露的 完美结合 施工单位将陆续 补植绿梨 金叶蜂香果 鱼针等棺木 加大草坪的完善 利用合理空间 完成景观升级 让城市增添 更多绿色空间 爽东市 王磊海军八达 黑豆腐坊追踪报道 设施商户接受处罚 依据基林省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我们准备 对该小作坊 处以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剩下其他的一些工具 给他复养 小店理发刮出伤口 顾客店家起争执 这头脑子跟我有啥关系 咋的了 你看现在咋的了 他脑子 隔哪儿呢 那口子 你看看 隔哪儿那几个 你就说你来 低头 我给你让人看 他这好像一点责任都没有 对不起 下次注意 购买保险 未保本 期盼发现本没了 14岁男孩偷玩游戏 为女主播充值2万多 因为我儿子未成年 今年14周岁 他没有这么大额支付能力 这个游戏都得说 给这个女主播打赏 什么充钱 能帮我们充进去那么多钱 就觉得这个平台 简直太坑人了 商圈 街边 小区外 开车容易 停车难 把所有公关车位都给占上了 让我怎么停 车位站上了 我们就不能停管里停了 你觉得都这样 白产 路怼 正面刚 私占车位 谁来管 我家这个是我家的 你说这是你家的车位 首王都市发起车位 保卫战第二季 这都是公共车 肯定是热令 进行强烈开除 早期停车障碍 归还公共空间 保留热线 九路三八九零 一起来向私占公共车位 宣战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首王都市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前段时间 我们报道了一处 卫生条件脏乱差的 豆腐小作坊 被查处的新闻 当时呢 执法人员就现场查 封了该处加工点 近日呢 我们了解到 该处加工点呢 已经被依法取缔 那当事人呢 被罚款 经营工具和设备 也被依法没收了 在六月二日的凌晨 根据群众举报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静越分局 静越监管所的执法人员 来到了辖区内的一家 豆腐生产加工点 进行突击检查 根据询问得知 该名当事人 无法提供相关的生产资质 且现场卫生条件极其恶劣 执法人员依法 对其加工场所 进行了查封 在随后的检查中 执法人员分别于 六月十二日 以及七月二日 再次来到该加工场所 进行检查 发现该加工场所 已经被取缔干净 现场空无一物 已没有生产加工的迹象 再一次到该小作坊 经营地址 进行跟踪调查 现在这两小作坊 已经彻底搬离 已经完全取缔干净 根据吉林省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的规定 在市场内开办小作坊 和在市场外开办的 以现场支售为主的小作坊的 应当在当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准名称 持经营场所证明等文件 提出书面申请 经审查符合条件的 予以小作坊许可 持许可申领营业执照 在此案件中 当事人没有相关资质 因此根据相关规定 执法部门对其进行了处罚 在这里执法人员提醒大家 依法经营是每个市场主体 应尽到的义务 切勿做出违法行为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如市民也发现 类似的违法行为 可第一时间向当地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投诉举报 从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首网都市战斌 镜子报道 不知道大家最近 有没有听说过汉马糖 它是近期网上一款 非常火爆的保健品 号称呢 具有不慎壮扬的功效 但是呢 最近广东深圳警方 是通过调查发现 市面上不少的汉马糖 都是黑作坊出品的 接到线索之后 六月派出所立即借助调查 将糖果送到有关部门 进行鉴定 最终证实 汉马糖内含有国家 禁止添加的药物成分 塔达拉菲 塔达拉菲这么一种药物呢 它是不允许添加在食品当中的 因为它塔达拉菲 它的副作用包括 这个全身的腹肿 腹泻 严重的 甚至会出现失明的症状 查明情况之后 龙岗警方联合多部门 在龙岗某城中村内 抓获嫌疑人谢某 精神讯 谢某交代 其无意中看到有人在网上售卖汉马糖 咨询之后得知啊 这种糖果具有补肾壮扬的作用 但国内很少有人在销售 感觉到了商机之后呢 谢某立即通过网络联系到能供货的海外商家 在进货价的基础之上 加价一倍之后 上价销售 谢某也因此获利一万多元 今年本打算继续扩大销量的谢某 却发现因疫情原因 无法再从海外进货 便决定自行加工配置 说做就做的谢某 很快就从网上购买了原料设备之后啊 便开始在自己的出租屋里 自行添加违禁药物 制作这种糖果 没想到刚销售出了几十包 便被龙岗警方查获 目前嫌疑人谢某因涉嫌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 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前几天 长春的徐先生在一家美发店刮头 结果呢 回家洗头的时候 感觉这个头皮是阵阵的刺痛 仔细一瞅啊 这头上被刮出了好几个小口子 那最长的呢 有将近两厘米 这让徐先生觉得很憋屈 就找到了理发店讨要说法 我是昨天早上 那什么在这个什么 丹丰美发这个绞的头 去年一年都改这绞的头 反正平时绞的头发 我每次都绞了一两个小口 我也没那么什么当回事 那这次嚼得太严重了 我这就是头发上都是很多伤口 就是当时洗头了 沙腾可疼了 在现场记者看到 徐先生头皮最长的一道口子 将近两厘米 其他几处伤口不算大 但是也有四无处 回头我就是来找他了 他说他早上说 你爱哪告哪告去 我就是也不管这个 这样完 然后我就默默离开了 就是说赔礼道歉 但是我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 我只是想维护我自己的权益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路上的丹丰美发 他头脑袋跟我有啥关系 咋的了 你看现在咋的了 他脑袋 上面是几个 这刮的就 搁哪呢那口子 你看看搁哪那几个 看我搁的就是手机那照片 实在是太严重了 搁刀子刮 有口子吧 这一个半个的吧 属于正常 你就说你来这 低头 我这让人看 你看他这都是那个包 他不是说 就是说刮的口子 或者什么 都是口子 最后通过双方沟通 徐先生也接受了店主的道歉 守王都市 刘阔静泽报道 最近呢 由于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到医院治疗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数量 是明显有所上升了 这其中呢 有几种类型的心血管疾病 更是死亡率极高的 那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呢 患者将很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也提醒有相关疾病的人群 应当加强重视 7月3号 我们在其他二院处了解到 受到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最近道院治疗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数量增多 其中患有急发病 A型主动脉夹层脉瘤的患者数量较多 发病率越来越年轻 我们在这个上个月做了 大概差不多将近20例手术 高糖高脂饮食 高血压特别多 今天吃明天不吃 不规律吃药和不吃药的人 完全是一样的效果 据介绍 A型主动脉夹层脉瘤致死率高 如不及时治疗 发病48小时之内的死亡率达50% 一周之内的死亡率高达70% 多数都是高血压里面 那传统的手术是切掉缝合 像你在豆腐上缝针一样 从09年开始就在琢磨它 就是把这个血管套成一层血管 然后在血管里面进行缝合 它就不输血 那我们现在的死亡率大概都5% 那么明显地低于国际上的这个死亡率 尽管死亡率降低 但提早发现 尽早就医仍旧不容忽视 医务人员提示 患者如发现身体不适 应及时就医检查 首王都市陈汉广为报道 从7月6号开始 吉林省图书馆将对开馆时间进行调整 那想去省图的朋友呢 必须提前在吉林省图书馆APP 或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实名预约 那具体情况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吉林省图书馆 可以凭有效证件现场实名登记入 长春市九台区融媒体中心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合同制工作人员10名 其中招聘主播8名 新媒体编辑2名 报名时间2020年7月8号至10号 咨询电话0431-8219-2109 长春市二道区部分区域计划停电 停电时间为7月10日8点30分至16点30分 停电范围有吉林大陆以南 长吉公路以东部分用户 中益之尊小区 东泰物业 守王都市编辑报道 今天上午长春南湖公园里挺热闹的 因为这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绘画比赛 很多美术爱好者 在主办方准备的船上 是画出了心里美丽的风景 以此方式来呼吁大家爱绿 忽略文明游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长春市南湖公园 那么今天呢 在这里将举行一场绿色生态 文明游园主题的游船彩绘大赛 那么在现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这个拆散选手呢 都已经准备就座 并且呢 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呢 进行绘制 这个是小石头露五彩色的 我的感受非常开心 我天天都想画画 这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样 绿色 因为绿色很好看 象征着环保 这个是草层 这个是大树 评论组委会呢 从创意稿的观赏性 创意性 趣味性等方面呢 筛选出了11组参赛作品 在7月6日的时候呢 领域结果呢 将在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网站 长春市南湖公园 微信公众平台等进行公布 那么比赛结束之后呢 南湖公园呢 会根据彩绘的风格 在船内呢 栽植花卉 打造特色的花船 供游客欣赏 在这里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爱慮忽略文明游园 这里是守王都市 加入雨风 现场为您发挥的报道 除了给游船贴上美丽的外衣 那还可以把脑海里美丽的场景呢 绘画到墙上 今天上午在长春市南关区的 曙光街道 一场美化环境的公益墙会 也如期举行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 就是长春市南关区的 曙光街道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现场正在进行的呢 就是曙光街道首次 公益卡通墙会活动 此次呢 我们是邀请了35家庭 主要的内容呢 是一些卡通人物啊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 让孩子更加喜欢画画 由于参与活动的学生 年龄跨度较大 所以此次墙会 主要以涂色为主 来到现场的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进行卡通形象的选择 我今天画的是乔治 我特别喜欢他 今天是第一次强会 我也挺开心的 然后觉得这个方式挺新颖的 我今天画的是 我喜欢的卡通形象 然后我也希望路过的人 能看到他心情挺好的 守望都市 心窍 黄飞报道 最近呢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园景观效果 打造新的观赏看点 长春公园在科普示范园南厕温室呢 也打造了热带雨林的景观 那周末休息的时候 来到这里啊 观赏美景 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禅造林玉镜 鸟鸣山更幽 这里是长春公园 最新打造的热带雨林微景观 那在这儿呢 您可以感受到 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植被特色 我们刚才游了一下长春公园 发现这三个地方 三个小园比较不错 别有动天 是焕然一新的 所以到这儿来心情舒畅 空气新鲜 阳光灿烂 非常好 咱们这个热带雨林的景观 一共占地面积 大概有210平左右 我们在其中设置了 有空气凤梨 积水凤梨 还有老人须等一些热带植物 同时配置了像麒麟斩 像天池等多肉都将植物进行点缀 在棚顶工作人员用喷漆 达到了蓝天和白云 而在脚下呢 60条金色的鲤鱼也是自在地畅游 加上青绿色的苔藓 一股子枝繁叶茂流水缠缠的生态气息 扑面而来 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不妨带着家人 来到长春公园一度风采 以上是守王都市记者赵新 彭飞为您发挥的报道 现在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为了能够保障部队官兵训练环境的整洁 五景吉林省总队机动支队呢 在周末是进行了卫生环境大清扫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 就是五景吉林省总队机动支队了 那么在现场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 就是爱国卫生周末大清扫进军营活动 主要是对我们的环境卫生 进行彻底的清承 同时也是配合我们的 常代化疫情的防控 科学的做好预防性消毒 环境消杀等工作 接下来我们也会利用每个周末 把疫情常态化的防控工作 落实到官兵生活的每个角落 希望给官兵营造一个 清新干净的生活和训练环境 守望都市 孙俏 宫雷报道 购买保险 未保本 期满发现本没了 这个就是那个幼儿 打电话不接 当时我问的是不是小费景 我就是一丝想保本 当时告诉我全是保本的 一点信是没有了 14岁男孩偷玩游戏 为女主播充值两万多 因为我儿子未成年 今年14周岁 他没有这么大额支付能力 打这个游戏 都得说给这个女主播 打赏啊 什么充钱 还能帮我们充进去那么多钱 就觉得这个平台 简直太吭人了 一块 加起一座城的记忆 一块 加起一盏灯的温暖 一块 见证一群人的力量 一块 守护所有人的健康 吉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联合长春市粉丝汉的多家单位 共同发起 共一块 运动 标凝一块 标凝一块 改变旧习惯 重塑新风向 一块 见温情 一块 见文明 5G看移动 未来无相可能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来看新闻 2011年 长春的李女士 在太康人寿保险 购买了两份保险 一直以来 李女士都认为 这两份保险都是十年到期 到期后会返还本钱 可是最近她才弄清楚 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 李女士为此也联系到了 当初购买保险时的业务员 可是这业务员的电话 已经无法接通了 这个是那个啥 爱家之鱼啊 投保人是我父亲 受益人是我 网络告诉我十年以后返本 现在十年以后 这全是消费性了 这个还得到我60周岁的时候 他才返我18000块钱 这个就是那个业务员 打电话不接 对不起 现在网络忙 李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她手里这两份保单 都是通过同一个业务员 介绍购买的 一份是自己的父亲 投保购买 一份是李女士丈夫购买 受益人都是李女士 当初购买时 她听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宣传介绍 说十年保本 对于保险合同 她没有过多的研究 可不想十年后 当初的业务员离职失联 找到保险公司发现 自己所认为的保本 也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当时麦克我就告诉我 这个是3038 交十年 十年以后返本 现在十年以后 这是消费性了 消费性什么意思 消费性就是 交一年管一年的 今年有病了 就管你你交的钱 你今年没病的钱 就白冷了 那返本的事呢 返本的事 你现在说的不返本 李女士说 此前她曾在 同一位业务员的介绍下 在太康仁寿 为孩子购买过 两份教育金的保险 也曾遇到类似情况 但上次公司给退还了 她的本金和利息 共计七万元左右 现在这两份保险 她也希望公司 能为她退回本金 给孩子买教育金 一年交一万块钱 一年反一千九 交了三年以后 是一年反了一千四 那时候当时业务员 还在干呢吗 我就是把五年前 那个找她嘛 她都给我退了 连本带系都退 我感觉去办公司也行吧 完了现在呢 就是不行了 现在业务员不干了 她家领导就是不出面 这个就是她五年前 退过的钱 六万九千五百多 应该是 为了核实情况 记者按照 李女士提供的电话号码 拨打了当初那位 业务员吴某的电话 同样无法接通 对不起 现在网络忙 请稍后再拨 一共两本合同 我是五万八千三百九十二 太堂保险就是把我这两本 核能够 元素退了 把我的本金给我拿回来 就算拉倒 这本是给我老公买的 也是她家业务员 领我俩去的 我这个得交三十年 乍开始都告诉我十年 当时我问她 是不是消费金 我就是意思想保本 当时告我全是保本的 一点信任没有了 李女士说 她所购买的四份保险当中 都出现了业务人员宣传 与实际保险合同内容 不一致的情况 其中的两份合同的保险 已经在五年前进行了退还 现在李女士希望 手里剩余的这两份保险 也能够全部退还本金 那么事实是否向李女士所说 李女士的这两份保险本金 又是否能够退还呢 记者也来到了保险公司 了解情况 在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 投诉部的公司人员证实 五年前的确为李女士 退回过保险本金和利息 但并不是因为公司有什么过错 而是考虑到 李女士多次来公司投诉 影响公司形象 她是多次 她是长期天天来的 她对公司的这种经营形象 影响特别不好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这边是有规面的 客户来办又非常不方便 所以就是说当时考虑 给客户就这样解决了 但是客户经常 又用同样的方式到公司来 我们也不想 就是说再用这种方式 去向客户妥协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李女士多次来公司投诉 公司对于李女士一事 已经做出明确回复 不能为李女士退款 公司就是说经过调查 发现就是说首先投稿资料是客户本人签字 回床也是本人接听的 也没有反应任何问题 不可能满足客户的不合理诉求 而对于李女士所说 保险宣传和保险实际内容不一致 业务员承诺十年保本的说法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具体细节无法考证 办理过程这个了解吗 调查了吗 首先业务员已经离职了 这四份保险是在同一个代理人那儿投保的 正常来讲是应该是由代理人向他进行销售 但是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又无从取证 会不会存在业务员在向客户推荐的时候 保留一些内容 首先我们这边确认不了 我们也希望公司的这个业务人员他销售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都给客户讲清楚 但是呢公司没有那个权利 对这个已经离职的代理人怎么样也好 公司在销售的时候怎么样避免这种风险 就是说是否承诺的这个事我们确定不了 李女士对于公司的说法并不认同 她已将此事投诉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吉林监管局 她表示将继续通过法律渠道维权 守望都市徐颖余峰报道 我们接着往下看 昨天傍晚武汉市区出现了枪响 一名男子开车时一直在按喇叭 遇到执勤民警上前制止时 竟然开车撞向民警 最终民警为了自卫只好选择开枪 我们来看当时的惊险现场 昨天18时46分武汉红山警方接到报警 说有车辆一直鸣笛十分扰民 民警赶到现场后 对该车驾驶员进行询问时 驾车男子突然加速将辅警撞至路边花坛 又下车袭击民警 民警依法开枪将男子左大腿击伤 并在增援民警配合下将其控制 经查袭警男子为陈某40岁武汉市人 目前受伤民警辅警及嫌疑人陈某 均已送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随着网络的普及 现在在网上认识个朋友 出个对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网络交友时一定要慎重处理钱财方面的问题 不然很可能会让你既伤了心又破了财 郑先生去年开始与小薇在网上相识 并迅速确立恋爱关系 除了言语关怀 郑先生也花了不少钱维系感情 有的时候是缺少生活费了 还有那个跟朋友出去玩没钱了 反正前前后后差不多给他有三万多块钱吧 然后上次让我帮他充电安费 我冲的时候发现这个机主姓名居然是个男的 然后我就问他 他就被我拉黑了 6月11号郑先生向镇南派出所报警 经过侦查警方近日收网 分析出了一个传销式的家庭诈骗团伙 让郑先生崩溃的是 他叫了一年的老婆是四名男子中的一位 先交朋友再用各种借口要钱 这个家庭式团伙采用的诈骗手段 跟其他团伙差不多 不同的是这个组织层级明显 通过前一人的手机 民警查到了数十单案件 设计金额近百万元 不过警方查询流水发现 诈骗团伙在得手之后 会将其中大部分的钱财转给上家 据嫌疑人交代 上家许诺会进行分红提及 而这也是警方怀疑这一团伙 还存在传销模式的原因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如果遇到网络诈骗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下面这个女孩的操作 也许会给您带来提示 前段时间 黑龙江七七哈尔 一个十二岁的女孩 被QQ好友诈骗了 一千三百多块钱 事后女孩并没有慌乱 而是机智地寻找线索 一番神操作之后 成功地捣毁了这个诈骗组织 具体详情 一起来看今天的微视频 这个好友呢 以自己过生日为由 称 我要发放福利 福利呢 就是说 你先给我转账 假如说转账 八百八十八 然后呢 我会给你访问福利 是八千八百八 这一听就不靠谱啊 可是这个十二岁的女孩 却一时糊涂 分六笔 转出了自己 一千三百多元的压岁钱 结果被拉黑了 虽然被骗的时候 智商不在线 可事后智商的任督二脉 却被打通了 成功逆转了案情 小女孩吧 她自己就是说 被骗之后 因为看对方那个微信号 有一个手机号 拨打过去 拨打过去之后呢 电话接通以后 小女孩说 我是银行的这个客户 说你这个微信 招好有异常 那能麻烦您说 那你的宣称号吗 因为我们可能会 上网核查一下 然后你本人什么的 这些信息 打六号做啊 对 我的微信是被别人注定的 不是我反反操作的 能麻烦您打开 你的微信号做一下吗 有机号号码 我报机号号码请你 能报机号号码好的 我看一下 198 一反神操作之后 女孩获得了重要线索 并第一时间提供给了警方 最后警方成功将 九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再来看下面这事啊 一名女子在微信群里 跟别人发生了矛盾 于是线下约架 结果被套路了 看我怎么扇他三个大嘴巴 现在就来了 刘妹妹你等着啊 然后呢 他就把我扔在了这个全是高速的马路上 不是约架要扇人嘴巴子去吗 怎么还被扔高速上了呢 别着急啊 女子随后报警了 来听听她跟警察说说是怎么说的 听明白了 这是要找人约架 结果被人的老公给套路了 要说啊 得可以只是给你扔高速上了 劝你啊 以后遇事别冲动 可长点心眼 下面这位女子也是有点冲动啊 竟然从行驶的车中滚了出来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慢点 啥物识 打电话 不知道 放假的 不管啥事 也不能冒生命危险的 多亏后方车辆发现及时 没有发生意外啊 再来看下面这个事 一男子在夜市玩砸钉子游戏 结果呢 却把钉子砸进旁边人大腿上了 周日的晚上 那个顾客砸的劲儿过大了 钢筋没缠到木桩里 他直接从木桩上飞出来 直接拎你的钢钉 直接砸到我朋友一分之一那么长 肉都凹进去了 下面预估的话 医药费加换药打车费 得一千多块钱 这是眼下的网红游戏啊 很多的地方都有 这事啊 也给商家和顾客提个醒 钉子锤子威力都不小 大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前两天 深圳的张先生在食堂吃午饭 吃着吃着 就感觉到自己的喉咙 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 刚开始还以为 卡到的是根鱼刺 可是等到医院之后才发现 这事没有这么简单 就是他跟豆腐皮 跟那个乳 其他也没有 就是咬下去 我发现好痛嘛 好痛我就是 肯定是他们的人 肯定是那个 耍瓜师嘛 心存侥幸的张先生 想着异物感会不会自动消失 可是第二天 喉咙异物感更强了 他辗转自宣了多家医院以后 来到南方医科大学 深圳医院急诊科 这一检查把他吓坏了 竟有一根金属针 卡在了烟部 他这个针的位置非常凶险 他在十道腔以外 在颈部横放着 在两侧的颈肿动脉之间 也就是说这个针 向左扎一下 或向右扎 都会把颈部的大血管扎破 一旦扎破 这个病人很可能 当时就会出现意外的情况 医生接诊后 第一时间想通过胃镜 或者使管镜取出 然而异物很狡猾 镜头下难寻踪迹 只能看到两处破损 医务部组织全院大会诊 最后确定由胸外科来取这根针 胸外科医生 在张先生的颈部右侧 开了一个口子 大约三厘米 手指伸进去 感受到异物的位置 再慢慢把它推回使管内 异物才终于出现在 未静的视野内 接下来轮到消化 那颗医生上场 医生一拽 就把异物拉了出来 这个异物呢 最终取出来 它是一个两头尖的一个针 大概有两到三个公分 它两面都有尖 而且中间是个波浪型的 不是直的 一个金属的异物很硬 能够把手扎破 张先生如今 已经可以正常喝水了 不久就可以出院 工厂也垫付了 他部分医药费 都市频道全新布局 首帮都市完整版 华丽升级更前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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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爆炸 我现在的位置是 长遭 更提近的 车当时是没位置 受到了转 更稀密 就没有 车在卖角色 能够运力不足 显然不足以更深度 不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看一张课 每天75分钟 电视 网络 红布 现场 监睛 调查 天天爆款 看点 热点 焦点 点点不烂 更有新媒体平台 24小时更新 关注本地民生 网络天下热点 守望公式 属于我好看 一块 一块 加起一座城的记忆 一块 加起一盏灯的温暖 一块 见证一群人的力量 一块 守护所有人的健康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联合长城市 本集办的多家单位 共同发起 公快 运动 标您一块 改变旧习惯 重塑新风上 一块 显天情 一块 见文明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您可以通过 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9089000 0431963890 或者守望都市 官方微信平台 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 最高可以获得 千元现金奖励 我们来看新闻 前几天 长春的王女士 在给孩子交学费的时候 发现 自己银行卡里的 三万多块钱不见了 一查才知道 这些钱都让自己 14岁的儿子 充值到了一个名叫 列友网的 游戏代打平台里面 经过仔细查询 王女士又发现 这代打游戏 居然还都是 异性拍照玩 学校通知交学费 然后我就用微信支付 发现转不出来了 然后我就上银行 一打账单 你看银行卡 就剩三百多块钱了 银行的爷儿就告诉我 说就得上微信打账单 因为都是通过 微信的方式转出去的 我一看手机 就都是对我儿子 用我的手机 转到他的手机上 我还用零钱支付的这种 我就插他的手机 发现了微信账户里头 冲到那个 王者游戏里边钱很多 还有一些个 代打支付的钱 列友的钱 王者游戏里边 一共是九千六 但经过两天 我们协商人 就把钱都给我们了 这个列友网 抓出去两万多块钱 他就不给我们了 据孩子母亲王女士说 由于银行卡 没有设置短信提醒 所以知道的时候 三万多元 已经让孩子全部转出 事后通过对孩子询问得知 代打游戏这一软件 是经同学介绍 名叫列友网 里面的代打人员 可以帮助升级 王者荣耀游戏中的段位 而王女士 查看了孩子聊天记录后 就发现 这款软件 并非单纯 代打游戏这么简单 王女士说 进入这个列友网软件之后 代打主播所提供的服务 包括游戏辅导 点歌 情感咨询等等 都是通过打赏主播的方式 收取费用 通过孩子的聊天记录 可以看出 该平台已经知道 王女士的儿子是未成年人 并且一步一步引导孩子 操作转钱充值 我发现这个平台 有一些个不易于青少年 看你接触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 我用一个男的身份去注册 他出来代打就全是女的 而且其中有一个 还是像领导级别是那样的事的 如果要选动这个哪个了 其他就都退下了 什么老板的那些不雅的词 老板我们这边 给您是一波婴儿老板 干嘛要出来点小姐姐 不能满足你吗 水色 点水液好玩 买给我 王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孩子加了 带打游戏人员的微信 但是目前已经让儿子删除 手里只有列游网的聊天记录 她通过软件上的人工客服 进行了多次沟通 但是对方都是系统自动回复 最后表示 需要提供孩子充值时 家长不在场的证明 王女士不知如何才能证明 我把这个图片已经传给他们了 他们就是不认 那就是想把这两万多钱 要回来 因为我家条件也特别困的 孩子成绩也下来了 他平时从来不玩手机 就是这个疫情之间 用那个手机投屏上课 把孩子没成年 没有身份证 能帮我们充进去那么多钱 就觉得这个平台 简直太可人了 记者通过查询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 关于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了解到 同一网络游戏企业 所提供的游戏付费服务 八周岁以上 未满16岁的用户 每月充值金额累计 不得超过200元人民币 那么该平台 明知王女士的儿子 是未成年人 为何还允许孩子充值万元 随后我们也拨打了 在百度查询到的 该软件的公司电话 这边处理不了 那样的事情 我们不同部门 未成年充值 达到了上万元的这个金额 应该是到哪个部门 去反映这个事情 我说没有用 那边没有管理部门吗 他们没有这样管 那我们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处理呢 在线客服去解决问题的 你在那里长得行吗 但是那个没有给我们解决问题 始终给我们回复 都是一样的 那你说一些ID 我叫他联系一下你 最后记者向该工作人员 提供了王女士儿子列友网的ID账号 他表示会将此情况 反映给客服人员 再进行反馈 首王都市报道 近年来乘客因为一些原因 与公交车司机产生矛盾 最终引发肢体冲突 酿城交通事故的案件 是屡屡发生 最近在广州的一辆 485路公交车上 一名男乘客 就因为司机没有按照 他的要求停靠 就把司机旁边的防护玻璃 给打碎了 导致司机意外受伤 经初步调查 当天上午 陈某男60岁 广州立湾区人 在广州立湾区白鹤洞站 乘坐485路公交车期间 应该短线搬车 按规定不停号花地大道南站 陈某遂与司机争执 并不听司机解释 情绪激动之下 用拳头将正在行驶中的 公交车驾驶安全室 防护玻璃打碎 造成公交车司机冯某额头及手臂受伤 目前 陈某已被立班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南方汛情仍在持续 国家防总决定 于7月2号20时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向相关地区发出通知 并派出两个工作组 吩咐湖南和湖北 安徽 协调地方做好防汛抗洪 抢险就在工作 据应急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我国南北方全面进入主训期 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处于关键阶段 7月2号实施 长江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到5万立方米每秒 发生2020年第1号洪水 对此国家防总向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重庆 贵州 云南等地发出通知 要求密切监视雨水情况变化 据了解目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瓶湖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 太湖水位超过警戒水位 据气象部门预测 7月4号至6号 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将加强 强降雨与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 预计长江中下游部分河段可能超过警戒水位 暴雨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 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的风险较高 要说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重庆的邱师傅家里养了一只五年多的老母鸡 最近下了一个蛋 本来啊这件事很正常 却因为下的这个蛋而与众不同 这个蛋的颜色那是翠绿翠绿的 见到记者的到来 邱师傅立刻从冰箱里取出了这枚鸡蛋 看到没 那个鸡蛋现在它的颜色不那个 当时我老婆把它那个的时候用水洗一下 洗了下来然后都成翠绿的颜色 这枚鸡蛋呈翠绿色 在蛋壳中段区域还有一些深绿色的斑点 用水浸润一下整体晶莹透亮十分漂亮 水里头去洗了一下 我来看来那个都是一种翠绿的颜色 很那个的时候很铝 中间一圈铝颜色 很漂亮很好看 这枚鸡蛋确实与众不同 邱师傅一时兴起把图片发到了朋友圈 没想到许多朋友看了图片都不相信这枚鸡蛋是真的 这枚蛋为何会呈现奇异的翡翠色呢 带着疑问 记者和邱师傅一起来到了西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我了解到这个鸡它的年龄比较大了 已经好几年了 就是它的鸡呢 在分泌色素沉着了 出现了一些 稍微有一些异常 然后再有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呢 它的采食 它采食越丰富的话 它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个色素 江沙表示蛋壳的颜色并不会对鸡蛋的结构和营养成分造成影响 而探究蛋壳颜色变深的原因 还需要对母鸡的血液身体组织进行采样分析 接下来来看一个让人感动的励志故事 一个男孩在出生11个月的时候就被医生诊断为脑瘫 原本正常上学都困难了他 却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通过旁听的方式一路从本科读到了博士 最近他也被他的导师授予荣誉研究生 谢严廷的成长之路非常不易 11个月时被诊断为脑瘫 他无法像一名正常的学生那样到学校上课 只能由家人轮流在家中辅导功课 在家人的帮助下 严廷在家读完小学到初中的教育课程 然而他在15岁的时候 家庭却遭遇了巨大的变故 读完了高中能不能参加高考 是摆在严廷身上的大问题 妈妈在咨询的当地教育部门之后 对方同意谢严廷以社会青年的身份 参加2011年理科高考 由于不能握笔写字 只能做其中选择题的部分 最终选择题总分280分 西岩亭考了262分 其中数学选择题满分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西岩亭的妈妈联系了兰州大学 院长被西岩亭的精力打动 破例以旁听生的资格招收了西岩亭 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 西岩亭在2014年的时候 用三年完成了老师提出的课题 最后的论文还发布在了权威期刊上 2018年9月 西岩亭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完成了硕士阶段学业 并成为了2018级博士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 据当地媒体报道 日本多名中小学师生 最近出现了腹痛和腹泻等症状 当地政府随后展开调查 随后认定此次为集体的食物中毒 6月26号 多名学生在吃了 该市东部公餐中心配送的 炸鸡 海藻沙拉等食物后 相继感到不适并去医院就诊 29号共有377人 称身体不适未能到校上课 部分老师也出现了腹泻等症状 当日当地卫生部门 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7月2号 其余县政府称 从这些身体不适者体内 检测到了病原性大肠感菌 这些人都于6月26号 试用了东部公餐中心配送的食物 当地卫生部门认定此次事件 为集体中毒事件 对涉事公餐中心 做出停业三天整顿的处分 并对具体致病食材 进行进一步调查 同时指导该公餐中心 进行作业消毒 近一月前 示威者占领西雅图 国会山区的部分街道 宣称成立国会山自治区 区域内的警局也被占领 秩序不断恶化 最近几周该区域至少发生了 两起致命枪击事件 西雅图市长此前 对激进示威者采取包容态度 但周三他发布了行政命令 要求抗议者撤离该地区 穿上防暴装备的警员 连同装甲车到占领区展开行动 要求示威者离开 有示威者将大型杂物推出路面 企图堵路 随后警方清理杂物 及示威者搭建的帐篷 之后筑起防线 防止已离开的示威者 重返占领区 对于部分不肯离开的抗议者 警方向其喷射胡椒喷雾 并用自行车开路 每次推进1.5米 在不到30分钟内 收复了辖区 截至当天上午9点25分 警方共逮捕31人 这些人被控袭击他人 拒绝被驱散 妨碍执法 非法持有武器等 白宫发言人回应清场行动 表示很高兴 又表示特朗普认同黑人的性命 也很重要 但认为示威活动已经变质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网络端 各位网友们跟我们的留言 首先来看帅帅妈 他说我觉得家长 就不应该给孩子支付密码 如果不知道密码 想刷礼物给主播 不也支付不了了吗 网友小小说 刷出去这么多钱 没有提醒吗 现在才知道 是不是有点晚了呢 如果孩子刚刷出去 钱的时候 就有这个扣款提醒的话 那应该就会及时制止了吧 还有这个网友金刚说 说现在都不用现金了 网络支付都是数字 就给人一种 不是花钱的感觉 有的时候 大人还控制不住呢 别说未成年人了 不过家长的责任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稍后呢 我们的经典剧场 将继续播出创业大戏 鸡毛飞上天 欢迎大家持续所欲 好的 今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未经典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典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